你好 歡迎收看橫斗內幕 我是主持人王乃瑜 這是一個歡樂 含金浪最高的政論節目 歡迎您的加入 邀請您掃描一下畫面上面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YT聊天室 隨時跟我們多加互動喔 我們說到的藍白兩黨強推國會 無法之後引爆罷免之火 哇 藍瓶想來想去怎麼滅火呢 哇 想到了改變遊戲規則 修法來滅火 拉高罷免門檻 民團在昨天再度站上街頭 重返立法院外面 超過1500人到場響應 抗議藍白 把罷免關進鳥籠 哇 今天的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 好像蔡奇亞咧 排審選罷法 一大早民進黨速速佔領主席台 場面相當混亂 藍尾徐巧新 沒有聲量會死的女人 她指控綠尾張宏露搶走議事路 哇 跟綠尾黃美慧呢 是這個爆發的肢體衝突 異防的蔡易宇指控 哇 被榴彈波及 徐巧新直接從她的身上 她的肚子給她爬過去 藍綠纏鬥 民眾黨呢 觀眾呢 關鍵的一票 民眾黨的麥玉貞 一早報到之後人就離開 倒是黨團處任陳志涵 今天狂秀她新買的手機殼嗎 到處開直播 她雖然民進黨叫做心水小偷 這句話被綠尾林楚音 當場聽到了怒嗆 你麥玉貞才是心水小偷 而且你是水果小偷 為什麼 火龍果又是什麼梗 原來是麥玉貞自爆 把火龍果切成好多段 還把它偷偷包在行李裡面 你沒有聽錯 她還說她偷偷包在行李裡面 帶回越南眾 明顯違法啊 這種行為還在台上大啦啦的講 大家都嚇呆了 好 我們說藍綠呢 這次啊 力推這個所謂的選罷法 是為了救藍維還是救謝國良 這個時候推高所謂的仇恨值 真的是好招嗎 尤其藍維們似乎是 提油救火當中 許曉星為了要救謝國良 連自己的往事都給他爬出來 他說我的前任 我的前男友 在Net打工 他覺得Net相當的髒亂 意圖打擊Net的形象 真的遵應的有幫助嗎 別忘了炎鴉中的姐夫杜秉 陳跟姊姊的好友林玉倫 隨時會放出來 我們上工就說了 這個時候放出來 許曉星的好戲才登場 還有離島的立委們 陳玉珍跟陳雪生 推出所謂的離島建設條例 要來開放中資惹議了 陳雪先生嗆聲說 來罷免我啊 沒在怕耶 但是這把火 可能會轉嫁給謝國良 或是新科藍尾嗎 今天火力全開 好好來討論一下 首先先來歡迎首次來到 橫橫抖內幕 大家敲碗已經敲破的 文山智琳佩姐 資深媒體人石琪姐 今天換我來抖 抖 好 一起來抖一抖 好 再來歡迎的是主任 民進黨發言人 昨天生日的吳征主任 乃玉好 大家好 再來呢 同樣是巨蟹座 聽說他們剛剛在說 這個巨蟹座都很帥 然後立院榮譽顧問 陳柏惟三Q哥 在此更正這個是製作人講的 我們只是默默地承受 大家的這個評論而已 我們可以表達抗議嗎 默默地承受 大家說你們很帥 好 來 再來下一位 是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霍之哥 大家好 再來歡迎的是 時事委員議員逸三哥 男人好 大家好 最後歡迎的是 國民黨立法委員 袁之哥 大家好 好 稍後律師陳又欣 也會來到我們的節目 討論現場 我們說到上一個戰場 是所謂的國會武法 因為推了這個法 藍白受的傷很重 接下來要怎麼彌補自己的傷口 他們要如何來彌補 這樣子的流血呢 哇 他們想出了一招 竟然就叫做修選罷法 我們直接改變遊戲規則 也告訴大家 所謂的選罷法 他的主戰場就在內政委員會 今天內政委員會 像是菜市場一樣 因為今天排審這條重要的法案 炒成一團 一下有徐巧欣跟王美慧打成一團 一下又有這個 陳志涵跟林楚音罵成一團 一下又有說要救火龍果 今天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來看一下最新的內政委員會 國中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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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鳥龍罷免 反對鳥龍罷免 反對國中民權 反對鳥龍罷免 反對鳥龍罷免 民主黨 炸騙集團 民主黨 炸騙集團 四月八炼起來 國中民主 畏義無價 耶 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十七姐 今天的内政委员会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 虽然说我今天本人 这个除了看政治新闻之外 我觉得我很这个纷争乏术 因为今天我们见证历史 台积电冲上一千块的时候 我很努力的在看盘 但同时间另外一个 这个内政委员会也非常的精彩 一边在冲AI 一边大家看了觉得真悲哀 为什么呢 今天的所谓的国民党 他们早就说过了 他们要来推所谓的选霸法 今天民进党当然出招 假动占领主席台 可是没有想到是今天的武打戏 还蛮多的 而且听说国民党现在还要出新招 要改变地方重启炉灶 你的内政委员会瘫痪没关系 我们另外再找一个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今天蓝绿两党在立法院就是 各自出招 因为知道说国民党今天要排这个会议 主席是高精 本来上个礼拜高精说 可能我下礼拜身体会不大好 不要去 先预测一下下礼拜会生病 但是后来突然间身体又好了 所以他又出席了 他要主持这个会议 他要主持这个会议 民进党也知道了 民进党就要突袭 六点 六点 起得很早 没有错 天刚亮的时候 就先去占领主席他 目的就是因为怕说 这个会议一开 然后蓝白两党又会 直接让这个法案 提高罢免门槛的法案 直接出了委员会 出了委员会 要挡就更困难了 所以能抢得机先 先挡一阵子 试一阵子 在旁边的人不要偷笑 好 所以六点的时候就先聚集了 先占领主席台 好啦 你占领 但是国民党也有招 没错 这个时候 其他委员会的国民党立委 也都来了 最抢眼的当然还是许巧兴 怎么到哪都有他 民进党团外面也有他 内政委员会也有他 到处都有他 就是你甩不掉的巧兴 巧兴来了 而且他要爬上桌子 爬桌面 这是什么样子的行为 爬桌面 可是因为都是人 要怎么爬 我就直接踩过去 厉害了吧 姐 我觉得那个画面很生猛 你知道吗 我人家很像海鲜市场 一只章鱼 就直接冲上去 对 他没有在管这些障碍物的 他把这些人通通当做障碍 就直接爬 翻山越岭 爬到桌子上面去 这个时候被他爬的这个人有谁呢 其实有高雄的许志杰 然后还有最倒霉的蔡逸宇 因为蔡逸宇可能肚子就放在桌上 他也没有动 他就坐在那 他就坐在那边 可是肚子可能就是比较显眼 所以巧兴看到了他的肚子 感觉像是一片平坦 有没有 就直接把他当阶梯 踩过他的肚子爬到了桌上 可以这样子搞吗 可以 你要爬到桌子上面 你可以这样子直接踩着人吗 如果今天是头的话 我认为巧兴也会踩人家的头 就直接 没在管了 没有在管 他就直接这样爬上去 的确他今天这个动作戏 是充分显示出他的能战 号战 然后直接翻山越岭 排除一切障碍 可是这真的是大家要的国会吗 国会议员可以这样子搞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趴 另外一趴更重要的来了 民众党 因为大家都说民众党是一个最关键 关键那一票 对 没错 因为6比6 拦架率6比6 所以民众那一票就很重要 你到底要投哪一边 那因为这个麦玉珍之前 他已经讲过说 他觉得不支持国民党要提高 这个罢免的门槛 但是因为民众党的党主席 柯文哲有说 你们那个联署罢免 都给他抄的 抄到很多死人的 也不知道他是从哪边得来的讯息 还是说 他到底是在讲说这一次的罢粮 还是哪一次的这个 都抄的 好 所以要加研 感觉上民众党的态度 就是要加研那个 联署的这个门槛 好 不管你的主张是怎样 你有没有提自己的版本 这件事情很重要 结果有没有提 也没提 人呢 人不见诞 那时候就很搭 就想说 韦渊 你怎么签到了不来开会 为什么民众党 每次签到了都不来开会 每个月领19万的薪水 可是你们要投票的时候 都不投票 然后你们要人民投票给你 然后你自己却又不投票 那为什么人民要投票给你 投票给你是叫你去投票 结果我投票给你 你不肯去投票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不见了 但是民众党的党团干部 陈志涵来了 其实立法院的助理 是可以到委员会的 可是通常委员的助理 都是在干嘛 都是坐在 后面或者是 或者是旁边 有的时候需要什么资料的时候 拿东西给委员 递上去的 然后可能会做一些记录等等的 但是这一位党团干部不一样了 拿起手机 拿着脚架 开始直播 做自己的YT节目 怎么他们家委员呢 委员不见吗 八个都不在 八个都不在 剩主任一夫当官 没有错 剩主任自己在直播 他直播的时候就开始骂 民进党薪水小偷 你们通通是薪水小偷 不是 那你的委员呢 你委员呢 你委员没有到现场 这不是才真正落实了薪水小偷吗 然后他开直播的时候 他的先生有拼命地给他留言 一直留言 一直在那边狂 副后民进党通通都是薪水小偷 等等的 可以这样子搞 不是 通常委员会助理就是在旁边递资料 你不可以在那边跟人家 跟委员的身份的人 在那边互吵 互杠 然后在那边讨论意识 因为他跟王蒂宇就在那边互吵 王蒂宇也够酸 王蒂宇说 你们委员不会是去偷水果 偷火龙果的吧 这也牵扯出另外一趴 麦玉珍 自爆 偷了台湾的火龙果到越南去种 然后还种不出来 对 你还好没有种出来 那他今天人不在场 会不会又跑去偷其他的水果 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行程要给我交代清楚 上一次偷火龙果没有种成 这次会不会偷 艾文芒果好 艾文芒果 凤梨释迦 小玉西瓜 小玉西瓜或者是高雄的荔枝 这些都是台湾的骄傲 千万要保护好 保护 世家 保护火龙果 保护小玉西瓜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荒唐闹剧 该上班的不好好上班 然后该给人民的权利 现在国民党想要偷走 所以蓝白一个偷人民的权利 罢免权 一个偷台湾的农产品 两个党都是小偷 确实哦 刚刚实习剪 然后一个大重点哦 今天在内政委员会上面 大家想看的是 国民党现在想要把这所谓的 罢免们砍拉得那么高 民众党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国民党6票 民进党6票 那民众党那一票 到底跑到哪里去 麦玉珍今天他告诉大家说 有啊 我有去啊 我8点多的时候 我有去签到啊 这就很像这个老师问学生说 你有没有来上课 老师有啊 我有去点名啊 人就不见了啊 到底跑去哪里了呢 尤其最妙的事情是 刚刚这个实习节讲到一个大重点 你有看过一个党团主任 直接拿着一个手机 跟其他这个立委对干的吗 今天呢 陈志涵直接拿着手机 跟王丹宇 跟林楚音 直接互骂起来 来看一下 你们赶快开始开会 我们的立委就会来了 等你们赶快开始开会 不要再霸占主席台 我们的立委就会到了 我们不需要跟 为什么外委员不来 可是 半中市主任是在这里直播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可以直播吗 可以直播啊 这是你们的委员没有来 可是你竟然讲我们是心水小偷 我们的民众党就是这样 今天民众党的委员 没有来开会 民众党的委员没有来开会 党团的干部直播 骂所有有来开会人叫心水小偷 我们在这边开会 他们没有来开会可以骂人 你们不只偷心水 还偷火龙果 那我把牙子都甩牙 那你招牙子 那你招牙子 你招牙子 那你招牙子 那我招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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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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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想问一下3Q哥 你看今天在这个 所谓的内政委员会里面 跑到最后这个口号 竟然变成 守护台湾火龙果的 你看 这个所谓 陈志涵在那边开直播 那这个人不见的麦玉珍 他还在陈志涵的直播下面 留言话声 还在脸书上面发文 而且他今天 还事后开了一个记者会 讲了一句 他说民进党就是没有用 还笑了两声 麦玉珍今天到底这个 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直以为 这个民众党在选霸法这个部分 他们一开始把自己拉得很高 他们说 我们没有要陪国民党拉高所谓的门槛 我们不赞同 结果现在提出了一个叫做 说他们认为 这个 最后我们来处理一下 联署的规则好了 就是说 身份证的影本 要把它拿出来 但其实这个变相来说 也是在拉高所谓的门槛 所以民众党眼来眼去 到最后 我可以直接说 还是跟国民党一起吗 台湾这个农业社会发达 我们的水果卖全世界 日本人喜欢吃苹果 跑到台湾吃到台湾的香蕉 吓一跳拿苹果换香蕉 意思就是台湾的 各种气候条件都很好 所以不怕没有水果 上次听到投水果 甚至是在开新农场的时候 结果居然麦玉珍投水果 民众党提名他当立委 不容易 超越我的想象 从小到大我就没有想过 水果没得吃的那一天 麦玉珍投火龙果 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看罢免权是否提高 我们要看横轴跟重轴 重轴就是门槛 25%26%27%28% 200%加多少 200%加多少 300%包鬼 这个叫门槛数字的调整 另外一个是罢免难易度的增加 比如说有的人说 不然我们电子联署 我们这个身份证影本 要看要不要手机照片 现在有什么韩国订装照 是不是 这个你的手续越复杂 就叫难度越高 所以年署的难度高 以及年署的门槛高 这两件事情会实际上 造成人民的罢免权低 那什么叫做罢免权提高 罢免权提高 就是我们去超商的时候 不只买机票 施乐宾 这个半证件影印 买演唱会票 可以顺便可以在iPhone上面 投罢免 这个罢免权就变低了 路口吃麵 吃才能跟阳村面的老闆 告诉我要罢免我们的立委 然后这样子就有算 这样叫罢免权降低 那很好理解 所以民众党你不能 民众党我跟你讲 其实他玩第三四例 玩得很好 真的吗 我觉得玩得还不错 但是其实是拉低大家的水准 利用资讯落差 为什么说他玩得很好 你看黄国昌跟傅芬奇 推他们的所谓的国会改革 或者是绿营 这边叫国会扩全 大家只记得黄国昌 看到傅芬奇就觉得 这个人好像没什么读书 所以也不知道 这个他写不写得出来 叫他辩论他也不敢辩论 所以明明是国民党 五十几个人投出来的票 功劳被黄国昌扣走 然后换麦玉镇出来喊一喊 水龙果 不是火龙果 他出来喊一喊之后 你看选霸法 国民党明明六七个立委 本委员会的要在那边待 然后外委员会的要来救火 结果最后只谈到麦玉镇 谈到麦玉镇就算了 麦玉镇甚至今天没有出席 对 谈到陈志翰 所以他们第三势力玩的 我觉得是一种蛮卑劣的手法 声量又卑劣 对吧 假设我左边是叶元芝 右边是 这边只有叶元芝 反正我左边一个懒的 右边一个绿的 理论上他们两个吵架 对 就有人对有人错 第三势力要占边 对 他们玩的玩法是我不占边 但是他打他比较大力的时候 我就占这边 我就靠这边 然后他揍他的时候我就靠这边 他两边都不得罪他 然后每天在那边嘴 可是实际上我们这几个月 看到比例是嘴民进党比较多 一定要讲一下陈志翰 这个是蓝绿应该要共同谴责 如果这件事情国民党 因为民进党已经谴责 国民党如果纵容陈志翰 干这种事情的话 那以后曾助理就找自由搏给 找MMA 找国安特勤人员退休 所以以后要面试的话 要先打沙包 对 要打 以后立法院就格斗场 然后进去立法院之后 韩国瑜就建立里面盖六脚铁笼 然后助理先打进集赛 然后有立委是总指 然后打出去的那一个人 提法案过 真的要 以前的幕僚 他连上镜头都很害怕 他们送文件的时候 要躲在镜头之外 要这样子 比如说吴贞是立委 我要这样子拿给他 因为很怕会被闪到 以前要这样子 然后后来有直播了 所以有一些助理 他们会帮忙拍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有一些冲突画面其实有很多都是助理拍的 因为可以直播了 所以今天陈志涵突破天际 他手机直接拿到人家的立委 拿到人家的脸前拍 已经到脸前面了 拍就算了 他最可恶的事情是 他还做延迟辩论 对啊 理论上我们比如说 假设我们现场这些 我们现场的来宾都是立委的话 我们一个人十万到十万票进去 要代表选区或代表党役发言 你陈志涵凭什么 你要嘛 你就把部分区递捕上去 你就陈志涵 柯红忍 柯红忍 你就把那些 柯派以外的都把它推开 黄珊珊去哪里选 黄国上去哪里选 排除万难 你做一个幕僚 你就不应该进到委员会里面 而且进场之后 你开直播开完 还跑去跟立委辩论 这个小孩塞大车 那如果这件事情可以 以后都真综合格斗的 来当立委 来当助理就好 所以这件事情 不止绿营的谴责 我建议国民党也要谴责 不然的话这个 虽然是民众党单方面在秀下线 但是如果接受这样子的条件的话 那以后 以后大家幕僚也都可以进去打 对啊 以后里面在泼水的时候 幕僚就在上面开消防车 拿盆水车 水管来洒就好了 完全没有道理 陈志涵应该被谴责 确实我们说这个陈志涵 今天的细分未免也太重了吧 你把国民党的六名 内政委员会的委员放在哪里 你把牛徐庭放在哪里 徐宇森放在哪里 对不对 你今天把所有的版面 通通给他抢光光了 但是我们要回归到重点的是 今天内政委员会讨论的是什么 就是选罢法 当蓝白把民众惹火之后呢 民众手上最后的利器 就叫做罢免 但是现在连这个利器 都要把你拿走吗 我们说偷走火龙果很严重 偷走我们的罢免权利也很严重 我们先进广告 稍后来讨论一下 到底火龙果这件事情 到底怎么样 我们说到今天内政委员会 有个重头戏呢 大家都在讲所谓的选罢法 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 民众党的态度是什么呢 国民党很明显 他们就是要把所谓的 罢免门槛给拉高 而民众党一开始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认同这个门槛拉高 但同时间他们又跑出了另外一个说 连署规定上 希望可以交出身份证的证反影本 大家说这不是也变相拉高吗 但是今天麦玉珍 为什么人消失了呢 告诉大家 其实他没有消失 早上八点多 有到委员会签名 而且有很多的记者跟他访问 我以为问他说 民众党的态度是什么 结果没有 大家都在问火龙果 火龙果到底怎么有一次 原来是麦玉珍 自己在一个这个活动上面 致辞 讲得太开心 不小心说出了自己 触法行为 来看一下 我在越南 我们家就是种大概十家地 这个火龙果在我们越南 只有白色的 没有红色 来到台湾才吃到红色的 那时候很开心 就偷偷在台湾切了好几段 包了很多 就包行李 拿回去越南种 所以跟大家道歉说 因为刚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就是三十几年前 就小女孩来台湾就看到什么都很稀奇 台湾有什么好东西都想说带回去分享 这个很多农民听到应该都要吓到了 但是好险麦玉珍最后没有种成功 所以他是想要偷种台湾火龙果未遂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火龙果 台湾的火龙果真的是好吃 而且我们刚才跟这个来宾介绍 抗氧化 又可以抗所谓的慢性疾病 又低热量 实在很赞 所以各位来宾 来我们一起来Shot火龙果 好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红肉的红龙果 也是火龙果 非常的好吃 也提醒大家 这个吃了 其实出国的时候 不要没事偷偷地切好几段 带出国 现在不要吃掉把它包走 这个不能包 在这边盯着你们把它吃掉 这大家好好享用 不能带回去中 这个大家都说 这个麦玉珍讲这句话 真的是惊待大家了 因为这个应该是基本的 common sense 就不能这样做 但是呢 没关系 火龙果这件事情 我相信麦玉珍 他自己也知道 这样不对 偷走火龙果不对 但更严重的是 偷走罢免圈 就更糟糕了 想问一下义三哥 你看这个麦玉珍 现在今天这么重头戏 在讲所谓的选霸法 结果呢 他的身边的 全部都在讲火龙果这件事情 但是我想问你的是 民众党现在到底在玩哪一招呢 一开始就讲了 好像说 我们这个不会认同提高门槛 结果搞到最后 怎么觉得是跟着国民党 在偷窗选霸法 对 大家都知道 麦玉珍是 越南的新住民 冰冷舌 切起来 你的冰冷舌 没问题 你继续 果然我肚子会不会长出一个火龙果 那他是越南的新住民 他应该会常常的往返越南 往返我们坐机 在飞机场都知道 一定会说 你哪一些东西不能带 哪些东西不能带 这个叫 common sense 只要常出国了 common sense 但是麦玉珍 却是连这样的 common sense 都不懂 如果他连这种 这么重要的common sense 一般人都懂的common sense 都不懂 那你觉得他懂 我们台湾的选举罢免法吗 一定不懂嘛 所以你看 蔓郁珍这几天的说法 都是直接copycat 直接抄袭谁的 抄袭黄国昌的说法嘛 抄袭柯文哲的说法嘛 就是他的说法就是 我们不赞成把罢免门槛提高 但是我们认为要把联署的规定严格 这不是他们这几天 柯文哲也好 黄国昌也好 要曼玉珍去做的事情吗 但是我要讲 民众党真的很恶心 为什么 什么叫做不赞成罢免门槛提高 罢免门槛包括什么 一个罢免的程序里面 包含提案 包含联署 包含后面的投票 在任何一个阶段 你增加的难度 它就叫做提高罢免门槛 所以他们一方面说 我不赞成提高罢免门槛 一方面说我要增加联署难度 这个东西就叫恶心 你就是赞成要提高罢免门槛 但是他们怕得罪他们的小草 因为很多小草是谢国良 联署的一个主力军 所以他们怕得罪这些人之外 又怕得罪难赢的人 又开始摇摆包牌了 所以麦玉珍这个关键的这一席 想出一个方法 这也不是他想的 就是柯文哲黄国昌想的 这些方法就是为了帮助蓝营解套 因为蓝营国民党 他们主张要提高 所谓的投票的门槛 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提出来 不只是因为现场内政文会 乱七八糟 是其实国民党已经觉得说 你们民众党的提案比较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做过罢免人都知道 最困难不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投票 最困难的叫做联署 联署如果未来照你所谓的民众党的提案 里面要交身份证 那个东西会有各自的问题 所以我理念可能支持你 但是我可能没办法去联署 为什么呢 因为要交身份证 黄国昌知不知道 黄国昌知道啊 这几天在网路上疯传一张影片 黄国昌的演讲 2014年黄国昌是这么说的 那时候他做中研院的研究员 他说要把身份证赢本给我 你会担心 那担心的效果是什么 我理念上会支持你们 但是要我交身份证 正反面赢本 赢本都没有 他要继续让你行使 直接民权的路 变得更困难 2014年黄国昌讲的 柯文哲呢 柯文哲有没有讲过 没有 他没有针对联署 但是2015年柯文哲有针对 所谓那时候割栏尾行动 那时候选罢法规定是不能宣传 后来修改成可以宣传 我真的 2015柯文哲是支持说 罢免的不只是门槛 而是连宣传都应该给罢免团体做 这是长头师案庭割栏尾 柯批招检举 那时候他还因为这样子招检举 违反选罢法 他里面讲 直接讲罢免要过半 长头师 其实是支持戈兰伟的罢免行动 这两个人过去 在太阳花学运之后 因为太阳花的风潮 引领了整个两个政治人物 现在都跟这些太阳花 跟这些支持民主支持罢免权利的人民民众 站在他们对面 而站在他们对面 我要跟柯文哲黄国昌讲 你们就准备被这些人吐口水淹没死 确实大家都说 这个民众党是在玩所谓的双面守法吗 一方面曼玉珍今天该出现的时候 没有出现不投票 但另外一方面 黄珊珊竟然又在脸书上面 用几个大字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认同罢免提高门槛 现在到底在玩哪一招呢 尤其就在刚刚最早 高金素媒也就是招委正式宣布了 她说真的好无奈啦 宣布换地方开会 现在呢 这个所谓的内政委员会 被你们霸凌了是不是 没关系 我们就再开一个群衔 如果群衔不行 我们再回红楼 红楼不行 我们再去哪边 看他们这个这样子大风吹 今天内政委员会非常的有趣了吗 我想问一下这吴珊哥的事 你看今天这个所谓的民众党 他们现在人家说 是在玩所谓的双面守法吗 一方面 麦玉珊不出现 然后一方面 黄珊珊说他反对 但是说真的 你最后你这个慢慢的 把他看下来 你就会发现 民众党从容到尾的诉求 还是迎着国民党走 没错啊 其实乃玉珊把重点讲完了 民众党在立法院里面 就是小兰嘛 也讲完了 对不对 到现在 民众党每次都要 引经据典 讲一大堆 什么党产 这个直接如何如何 这个不在我们的优先法案 罢免门槛 拉高 如何如何 我们不支持 但问题是最后 你讲了很多 但问题是你行为 最后有做任何一项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想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个 例如说 男生 我是男生 用男生来举例 一个男生嘴巴上讲得很好听 三蒙海事 以后跟着我走 我会给你多好多好的生活 多好多好的照顾你 然后后面什么都没做到 这种叫什么 叫渣男嘛 对不对 渣 那民众党这样 每次嘴巴上讲着正义领 讲了半天 到最后还是跟着国民党走 那这个叫什么 政治渣男嘛 对不对 所以麦于真一样啊 早上八点 说我有签到 有开会 后面人不见 那这个又是一个渣男行径了 对不对 女朋友来查情 你今天晚上去哪里 有没有出去玩 我八点的时候在家 我是问你 你晚上在哪里 你跟我讲你八点在家 干什么 对不对 根本这不是重点嘛 所以大家看到了 这个麦于真 这个基本上 我看到他就想要英文单字 叫copycat 这个就是山寨 看到台湾的火龙果 觉得好吃 就想要把它带回越南 山寨 那现在看到 罢免权这个事情 可能不知道怎么论述 也来山寨一下 黄国昌的说法 但是我是建议 要抄就抄全套 不要抄半套 抄全套才够意思 对不对 因为黄国昌在 刚刚我有讲嘛 2013年的时候 他有讲一个专有名词 他把这个讲得很重 说当时国民党 有一些立委 一选上以后 可能预期 接下来会在立法院 做很可怕的事情 竟然要把罢免 变得很复杂 要付身份证 赢本 这个叫什么 黄国昌说 这个叫戒严罢免权 就是说这样提一个 这么不合理的限制 把罢免搞得这么复杂 好像搞戒严一样 不准人民罢免 黄国昌2013年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麦玉珍要抄 一口气抄全嘛 现在拿出来讲啊 对不对 现在那个柯文哲说什么 应该要有附连署书 应该要身份证影本 麦玉珍拿出来讲嘛 戒严罢免权 怎么可以把罢免搞这么复杂 你接下来想干什么事情 所以除了民众党 事实上 基本上又在想要包牌 一方面嘴巴上讲的正义凛 身体当小蓝之外呢 这个我们也要讲到国民党 对不对 因为朱立伦也跟柯文哲 在一搭一唱嘛 都抄一抄嘛 对啊 柯文哲说 这个罢免都变成 各政党的装脚抄一抄 朱立伦说对对对 这个真的要严加审查 朱立伦对个头啊 什么哪有各政党 我们来看这过去几年了 对不对 过去历次来 来 罢免韩国瑜 这个当然不是国民党发动了 大概就这一次 当时不合格率多少 7.1% 那罢免陈柏维 就我左边这个陈柏维被罢免 这个国民党当时 所有这些明星战将啊 赵少康啊 将启程什么时候都跳下去嘛 不合格率多少 17.9% 那罢免黄节 更夸张了 26.8% 罢免临场座 28.5% 对不对 所以你国 都是你国民党拿名册代操嘛 你的 只要你国民党发动了罢免 你的不合格率就妥妥的破两成 除了罢免之外 还有公投 公投也很 公投也要连署输嘛 那我们看到 当时2018年时候 民间不是发起好多公投吗 无论立场哦 无论什么自由保守 你看 反同婚公投 这个造假 连署输造假率 0.6% 这不合格率算很低啦 不到1% 这良率还不错 好那这个支持同婚公投 这个不合格率 0.5% 对不对 那这一些什么 东奥证明 不合格率 1% 合适公投 以合羊率 0.6 1.2 有没有 这些特点是什么 都是民间团体发动的嘛 民间团体 大家都很认真 不论是理念如何 立场如何 大家都认真冲连署输 所以这个不合格率 都很低 1%不到1% 那国民党2018年 发起上个公投嘛 有没有 降火电 反深澳 反核实 不合格率多少 百分之15.5 14.6 14.8 为什么只要是你国民党 搞得连署不合格率 就硬比人家高了十几倍 所以根本就从头到尾 就拿国民党 拿自己的党员名册在抄 拿什么个政党 就你国民党 朱立伦现在还没讲 对对对 这个就是要 门槛要拉高一点 要严审 你不要拿你的党员名册 来抄 抄到一堆死人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 国民党在做的事情 我就想到说 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 没有玩游戏的 就是玩电竞 其实这个游戏概念很好懂 先 蓝白先在立委过了 扩权法案 这个是怎样 这个就是buff 把立委的权力变大了 以前立委是不能把人民 叫来立法院质问的 不能把人民叫来立法院 参加听证会的 不能跟你要资料的 现在可以立委权力变大了 本来人民有一个监督的手段 叫罢免 对不对 如果你立委乱用你的权力 立委做得很烂 我可以罢免你 现在国民党又要把 罢免的门槛拉高 那就是nerf你人民的权力 所以两相对照之下 你把立委的权力放得更大 把人民的权力放得更小 国民党想做的事情 就是把你政党的实力 放得很大 然后把人民压在地上摩擦 这不就是你国民党 现在试图干的事情吗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荒谬 包含说 最后我讲一点是 国民党现在都讲 说这个什么罢免 现在变政党对决了 报复不好了 这都是恶意罢免了 我们众伟大的朱立伦主席 2021年时候说什么 2021年当时 国民党把我旁边 这个3Q罢免掉以后 他们士气大仗 所以朱立伦这时候主席 这时候嘴就很秋了 因为他这时候觉得 自得意满 就说只要是这些 开口就讲抗中保台立委 一个一个 一定都把人罢掉 所以朱立伦当时态度什么 只要有立委 意识形态跟你不一样 有立委要抗中保台 你就要搞罢免 那438后面 有没有这样做 有啊 当年罢陈不为 罢黄杰 罢林昌佐 罢王浩宇 国民党当年不是罢免 罢很爽吗 任何一个讲抗中保台 我都要罢 所以朱立伦当年自己在用 罢免权的时候怎样 他是把人民态患不良立委 这样一个选嫌与能 淘汰不良产品的机制 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吗 意识形态不一样的人 我就罢你 这是当年国民党的做法 那现在竟然又还要把人民 去给立委打分数 把人民给立委的考卷 罢免权要没收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 对国民党来说 就是权力永远只能留在 自己手上给他用 他要用 他要攻击别人的时候 这个就好东西 现在有人要去拿罢免权 来检视他 跟你打分数 他说不行 这个不合理 所以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双标 只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力 所以看在朱主席的眼里的话 这个罢免林长佐 罢免陈伯伟 这个都叫做民主 但是如果罢免谢国良 罢免许小新 这个叫做抄一抄 怎么可以抄呢 尤其在谢国良这个部分 我倒觉得柯文哲跟朱立伦 终于两个人达成一致了 他们都觉得 这个叫做抄一抄了 两个人基本上已经是理应外合 可以形容了吗 两个人一起站出来 互谢国良吗 来听一下两个人说法 我们知道总统联署的时候 都要富有身份证影印本 如果今天针对于县市长 针对于立法委员 针对于这些其他的公职 联署的时候用抄一抄的 甚至很多都是做假的 这样合理吗 这根本就是每个政党 每个条发给他抄抄的 我猜很多都是被联署的 就是要真的跑去联署的 罢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不应当是这种随随便便 名册抄一抄就可以进行 为什么中华民国法律 会在不同的状况下 他联署的条件不一样 这也是鬼以首师 我想问一下后资哥 我们朱主席跟我们柯主席 现在拿同一份谈餐 就对了 针对于谢国良 这个联署的同意论调 就叫做抄一抄 都是被联署的 但同时大家都说 他们这样讲 然后在立法院 现在在炒这一出 所谓的选霸法的部分 人家说是为了谢国良 谢国良吓到 他跳出来说 不是 不干我的事 他说了解选霸法的人就知道 这次修法 不适用于我身上 也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谢国良这时候很低调 点到这个时候 他整个跳起来说 不干我的事 是不是他也知道 如果这件事情 跟他扣上关系的话 只会把仇恨值拉得更高 这次蓝白联手 到底是在帮良 还是在害他 我先讲一下陈志涵 陈志涵 我觉得 因为我跑立法院这么久 就是说 你在立法院的开会的场域 像我们做记者的 基本上就是说 你基本上 他们打到头部鞋都他家事 对啊 你是不可以 我们只是采放嘛 不可以参与的 当然现在多了直播 我相信 刚委员也解释了 很多 可能助理也要帮我们去直播 但是说 我们记者都不可以做 那幕僚更不可以嘛 就是说你今天来讲 你是助理或者幕僚 在那个地方 你是更没有机会参与的 因为我们是在传播讯息 给一般的民众 你只是为单一的委员 或单一的政党服务 你在那地方是更没有立场的 那什么时候助理可以出手 就只有委员被打的时候 委员如果被打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护 也不能出手 以往立法案的惯例是这样 你就是防守 不能进攻 那你今天的状况 他今天那个状况 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合理 全面进攻 一人进攻 在那地方 你没有你的角色 因为那是人家在开会 人家不开会 也是人家不开会 那个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立委要不要开会 不是你幕僚可以决定 或者你可以讲什么 你可以出来开记者会骂干嘛 没有问题 在现场你不可以 我们也不会看到国民党党团主任 或是民进党党团主任 跑出来在那边匹配叫啊 也不会啊 而且他 我觉得他自己 或许角色有点混淆嘛 但是即便你现在还是记者 人家战狼小姐姐呢 所以你如果 即便你现在还是记者 那个角色都是 都是非常非常不合理 我做助理这么久 是因为高金不在 否则一定有立委要求主席 把他赶出去 对啦 因为主席已经撤退了 你是助理嘛 你不可以在那边叫嚣 直播发表 你的言论 因为这个叫立委的职权 跟助理 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霍哲哥 然后你讲到罢免这件事情的话 罢免选择法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很简单 就选择法要不要修这件事情 可以讨论 那你国民党是不是要在 在现在这个时候 去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像吴炳瑞那个版本 我就觉得有点道理 因为他要求你要付 发证日期 但他没有要求你要整个 身份证引印给他 我觉得那个修改不是没有道理 但后来反正因为这个 这个状况所以吴炳瑞也策案 我先讲 其实我觉得现在罢免门槛并不低 我们讲一次话 你说从以前到现在 就三个成功的 一个安国瑜 一个陈伟源 一个就是王浩云 黄杰那时候 大家虽然黄杰 虽然他是票数比赞成票高 但是黄杰的两边的票 也都没有过25% 这个门槛其实并不低 而且我要讲说 因为你永远找不到 合适的门槛 我们台湾原本的门槛 最早的时候门槛是 是明代三分之一 首长二分之一 就是说你如果是立法委员 议员 相声事与内表 你要三分之一的人参与投票 但是如果你是 你是省长 市长 这些的话 你要二分之一参与投票 后来就改成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就变成 是一个完全达不到的 一个门槛 再来才改成现在的四分之一 就是门槛 我就讲门槛 什么样的门槛就够高 因为其实讲说 像他们现在在讲说 我现在否决 那个罢免我的票数 比我到你票数低很多 这个事情是 就是说好像变成多数 就是说少数去否决多数 这个问题其实蓝绿都讲过 但我就要讲说 因为你从来没有办法 定出一个合理的门槛 到底四分之一合理 还是说二分之一合理 还是怎么样合理 你四分之一要再降低吗 还是说你变成八分之三 三分之一 你永远定不出一个 合理的门槛 但是我就说 他们现在要求 比当选票数高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没有道理 因为你会造成 这个罢免群 变成完全没办法行事 你就跟当初的二分之一的一样 因为其实当然 有人会讲说 当初韩国瑜是 八九万票当选 九十四万票被罢免 可是问题是 如果当时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话 我讲韩国瑜的罢免也不会过 我扣一下 我扣一下就好了 你会变成这个罢免群 会完全没办法行事 那你除非你要把罢免拿掉 那不然这样是 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觉得不管是 当然这个版本 当然民进党以前也主张过 但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都不合理 那现在的状况是说 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国民党其实内部 现在有没有共识 其实没有嘛 并没有共识说 我真的要过这个法案 更不要讲 他跟民众党还不同调 对 我就讲 现在国民党希望 要这个选报百修改 我认为大概不超过五个 最危险那几个嘛 委员很清楚嘛 现场有在吗 现场没有啦 他还不算啦 更怕的不是他啦 人家今天在教育委员会啦 其实有一些人 他真的觉得他罢免很危险 然后他就希望能够丢 但问题是 多数的国民党的人 没有啊 对不对 你说许小新他有在怕 没有在怕 没有在怕嘛 今天冲第一个 对啊 他没在怕嘛 所以说 其实很多人并不在乎这个 反正国民党在内部 没有共识的情况下 就开始往前冲 然后呢 又跟民众党又没有共识 所以这法案其实是注定推移不过 你应该是 就好像他当初 又走上国会改革那一套 什么版本都没有瞧出来 就先推再说 最后又是最高机密 你现在的状况来讲 国民党最后到底要什么东西 其实你包括最近 你看到他们几个档片 也跟你讲说 我没有一定要 可是猴子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如果国民党内部真的有意见 然后没有要强推 那今天怎么会是这种表现 看起来毛起来就是要推 你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 今天哪里叫毛起来要推 刚刚高晶在走廊宣布 我知道 我们要在101继续开 也就是说 感觉今天就是无论如何 我要把这个案子 出委员会到院会里面去了 然后呢 今天3Q跟我讲一些事情 我觉得有道理 昨天3Q不是在立法院重回 重游救地 开了一个公听会 然后大家就开始讲 我觉得怎么样 然后3Q当然讲的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经验 所以他讲了一堆之后 结果昨天的公听会 并没有被落实在今天的 法案的调整内容中 所以昨天是在耍3Q 不是 我跟你讲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现在 现在的状况就常常是这样 就是说我跟你保证 比如说今天我们来赌 今天委员会绝对不会出委员会 我跟你讲 他现在是不会落推 下不了台 所以跟你讲说我还要继续开 不然我大张旗鼓讲成这样之后 现在很尬就对了 我完全没有进度 我要怎么办 对不对 你要讲说国民党的喊的那个 那个象征的一样 当初花冬条例不是也这样 花冬条例在哪里 喊着正天响 花冬条例在哪里 在花冬 你现在的状况是说 因为他完全没有共识 然后所以呢 他现在在推的时候 变成说他每次都是先 先推了之后 然后发案不对再缺 问题他现在又缺不回来 那这个案子我刚刚讲的 是国民党少数立委怕被罢引药的 所以他们要嘛 结果拖着大家一起 符合少数人的利益而已 然后拖着他去陪葬 结果你就害到谢国良 谢国良不要嘛 你看谢国良 我觉得谢国良现在是我看到 他上任以来最大气的时候 真的哦 也没有 你看我觉得 他是说他没有吸毒 对 我说他澄清吸毒那件事情 也很霸气 最大气的时候 大气 最大气的时候 就是说你看他现在 童之伟的事情他也没讲 什么反罢免 什么的他都没讲 休息怎么办 因为为什么我刚刚讲说是这样 因为他们现在在修这个的时候 少数人要的时候 会害到谢国良嘛 因为你把人的对立力更高 所以马上就用智库放发说 把谢国良包进来 谢国良也在 谢国良马上说 我不在这里面 没有我 谢国良不要嘛 是国民党这少数人在害死他嘛 确实 而且刚刚跟大家转播一下 立法院最新的情况 是这个国民党的 他们另起炉子 跑去了这个群衔再开一个会议室 但是尴尬的是 义事人员现在通通都被民进党 堵在原本的这一间内政委员会 所以高金素美一直把义事人员 怎么call 就是call不来 她说如果再十分钟call不来 那今天就先散会 不过她强调 我们还是会继续开 先进广告稍微继续讨论 我们看到今天内政委员会呢 在攻防的是选霸法的部分 那目前最新消息是呢 现在呢 本来是国民党已经令起炉灶 在群衔准备要开了 但是义事人员被堵在原本 民进党那边的202 所以呢今天恐怕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继续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啊 为什么谢果梁现在这么紧张呢 因为他就很担心啊 休选霸法跟霸谢果梁 这两件事 斗在一起 哇 崩就开花 他会糟糕 那谢果梁现在打出叫什么 市政牌 除了铺这个人工草皮之外 新招是什么 各位绝招来了 斑花盆 谢果梁告诉大家说 他现在推动行人友善空间计划 还亲自拍了一个promote 一个形象片 告诉大家说 他率先去骑楼搬盆栽 来对抗这个罢免之战吗 但是有用吗 稍后跟进菜 先进广告 好 我们看到呢 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感觉是要持续的来修选霸法 但是他们现在这时候硬要修这个法 会不会反而堆高大家想要罢免的仇恨值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基隆市长谢果梁 我们说到谢果梁啊 过去呢 包括说在东岸广场的争议等等 当时他开直播说 我没有吸毒 或是我是快乐成年人等等 都被大家说 危机处理能力是扣分的 但这次谢果梁学乖了 他变低调了 他现在打的是市政牌 打出第一个形象片 斑盆栽 来看一下 市长 你被挡住了 好 我来把它翻开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我想问一下原汁哥 这个时候谢果梁感觉他要强打的 叫做市政牌 但是很多人说谢果梁这个时候 是率先吸收你们先前的所有炮火 可以说是也帮你吸收了一些吗 另外想问今天在内政委员会 怎么没有看到你呢 我们这个外交国防的徐巧欣都冲第一线 还直接踩过差异余的肚子 站上桌子 但是我们的原汁委员呢 今天你在哪里呢 因为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今天早上立法院是有委员会 委员会是有八个委员会 各自开会 内政只是八分之一 那我是教育文化委员会 我们的委员会九点准时开会 讨论的是学生辅导法 那为什么徐巧欣可以到内政去 因为他是国防外交委员会 他们的招委都不见了 他们招委跑到内政委员会去了 所以整个国防外交委员会是停摆的 那当然他没有开会 他当然可以跑到内政去 那至于说谢果梁 我认为最后要不要罢免谢果梁 看的还是基隆市民 觉得他做的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后决定的关键 那什么要不要罢免童之伟什么什么 我觉得都跟那个无关 那我认为要罢免谢果梁 其实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第一个就是 现在民进党一直讲说 童之伟背景很硬 什么他的阿公是谁 舅舅是谁 什么很厉害这样子 我想谢果梁其实 他的在基隆也蛮久 也深耕蛮久 谢果梁三十岁就在基隆当立委 而且当了好几届 那这次选上市长 其实票也都不低 所以他的基层 还算是蛮凶厚 恶性家族啊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那核心的问题是 那你市政满意度高不高 那我看谢果梁在五月份 他们基隆市政府 有委托戴立安 做了一个市政满意度的调查 那现在目前市民的满意度 大概是五成多 所以谢果梁只要好好的把市政做好 其实你说那个周边的东西 什么立法院通过什么法案 或是如何如何如何 其实我觉得都烧不太到打他 那当然一个市长在推动市政的时候 市政一定是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很多都是这样 举例来讲 好像之前我看谢果梁被批评说 他们要开放有一些棋楼 要开放停机车 那我就听到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批评基隆市政 说怎么可以开放棋楼停机车呢 双北都没有开放啊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因为我在当 我以前在当议员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会办会看 都是在讲这个事 就是说很多民众觉得 没有地方停车 总是希望多一点停车空间 那当然行人也不想要被机车挡到 所以怎么办 你有时候就要去看会 你要看会看 说这个地方能不能兼顾 就是在不影响行人走路的情况之下 可不可以开放一些停车空间 所以有的政策就是 一定是A支持B反对 或B支持A反对 你要骂绝对找得到地方骂 只是说你市长 你在施政的时候 你能不能兼顾到 绝大多数市民的福利 如果有的话 满意度就会高 那至少我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谢国良他做的事情 那一定是有人骂 但是他满意度还是相对的高 所以你要说 真的要把谢国良 把他罢免掉 我其实对谢国良有信心 他自己本人也不会认为说 立法院到底修改什么选霸法 或者是什么改革法案 会不会影响到他 他自己 他赶快说跟他无关 因为我私下跟他接触 他也是满坦然在面对这些事情 然后像他也不支持罢免通知委 因为他是基隆市长 市长站在市长高度 那样子你们自己内部就不同掉了 你不是又守护基隆小组四方联盟 还点名的通知委 因为你知道 因为大家各有立场 我觉得市长 不就是一个党吗 对 但是因为他也是市长 他不是只有党员而已 他市长怎么会希望基隆乱 因为罢就是罢来罢去 你罢我罢你 就是在搞乱 就是在乱 你罢搅乱这一词 那党部 因为党部也会被要求 一定会很多 不是基隆的党员 会跟党部说 你要反制 你不可以任由 谢国良被欺负 所以党员会说 那不然我们也罢东知委 我觉得各有立场 就大家互相尊重这样子 好确实 但是他说光是罢免谢国良这件事情 到底国民党是要往热战走 往冷战走 自己就瞧不拢 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是 你看患难见真情 徐巧新为了谢国良 连前任都拿出来讲 我们来听一下 巧新 因为知道谢国良之前 因为Net这件事情 伤得蛮重的 直接告诉大家 他前任就在Net打工 我们来听一下 我前男友 然后呢 曾经在Net打过工 那他告诉我说 他后来就不去了 因为我前男友有洁癖 他说他们开店的时候 都会把所有衣服 全部都要丢到地上 然后就是再重折 所以他觉得很脏 然后他就不去了 我想问一下十七姐 现在国民党的策略 到底是什么呢 林涛前几天才出来 开了一个记者会 讲了一个slogan很炫 守护基隆小组 四方联盟 立院议会 党中央四府 点名同志委 结果今天突然说了 突然变说 那个我们也还没开始发动 是不是跟谢国良 这边根本就瞧不拢呢 尤其巧新这个时候 跑出来讲说Net 他前男友在Net打工 衣服丢在地板上很脏 我看不懂这一局国民党 谢国良如果有什么 政治路上的不测 谁害的 许晓星跟罗志强 新刺客 对 他明明就躲在壕沟里面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结果同志通通跑到壕沟边 他在这里 把他抓出来 我们保护他 不是嘛 就是两条路线 就是的确让人觉得说 不是一个党吗 为什么一边在喊打喊杀 一边又卷起袖子 搬盆载 那影片拍到 市长发光 而且你什么时候看过 二姓的公子 在那边卷袖子 你看 来 来 西装袖子 做工的人 戴上工作手道 好重啊 真的是走一个温情的路线 又回到了一个小爱爸爸的路线 好 那这样子双头的这样子进行 到底会有什么样子后果 其实我觉得对谢国良来说 有点惨 因为他躲不起来 他拍再多这种温情的画面 但是他的同志却没有在在乎他 不在乎他未来的政治生命 所以才会在那边喊打喊杀 甚至连前男友都被挖出来 前男友觉得NET好脏 所以就离开了NET 网友就说 那你前男友离开你是因为 我们就不知道 网友就真的很坏 那到底许晓星的前男友 跟这个谢国良的罢免案 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如果你NET就算真的很脏 把衣服都丢在地上 那所以因为它很脏 于是警察可以去敲锁 把门打开 哎呦你好脏 可以这样吗 不行 是嘛 所以是两码子 是嘛 那所以许晓星 把NET又揪出来 不是又重新的提醒了基隆市长 你们想要罢免谢国良 这个就是一个开头 因为你这个市长 没有在依法行政 看到不爽的 看到不开心的 就直接叫警察来 敲开锁冲进去 然后接手 全都我的 可以这样子不按照法律来行事吗 所以当巧星跟林涛这些人 在那边喊打喊杀的时候 现在是不是有缩回来 我认为他们没有缩回来 因为基隆市的国民党的党部 早就已经传好了 要罢免同志伟 张之豪 常来干 对 之前就已经都准备好了 所以现在在那边口头上说 没有 没有要罢免这个什么同志伟 其实因为都传后来 在等待了 只要一声令下 或者是一有什么样子 谢国良的不测的时候 马上拿出来 这个要连署罢免同志伟 然后搞不好又开始抄名册 抄一抄 不要抄到这个 已经往生的 很这样子 尊重了 柯文哲会很生气 所以现在看起来 叶元芝是对谢国良 蛮有信心的 因为认为 反正在基隆盘面上面来看 还是国民党 占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因为他选上市长的得票是高的 对 他的确得票还不错 才能选上 但是如果就政党 公立主义来看的话 小草的态度 民众党的态度 会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指标 因为 国民党除了谢国良 他的接班人选 其实是欠缺的 你算不出来 谁可以接谢国良的班 可是对民众党来说 有没有可接班的 有啊 你现在的副市长 然后邱佩玲 还有黄珊珊 黄珊 要基隆跑行程 干嘛的 我忙得不得了 也就是说他立刻可以 上手的 补上的 人选不止一个 所以唯有谢国良 让出这个位置 你民众党才有机会 如果谢国良不让出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几年下来 国民党又培养了其他的人的话 那你民众党在基隆 是永远只能到 永远吃不到 永远只能听 这个国民党的指令来行事 那这样子对于政党要壮大 政党要发展 政党要抢下更多的 县市首长的席次的话 恐怕不利 所以唯有迫使谢国良 让出这个位置 民众党才能得力 然后呢 这个基隆的市民 也可以透过 检视谢国良的施政的种种 来作为罢免的这个判断 那另外一个国民党的 内部瞧不拥有状况 还包括 谢国良怕得要死 说这个选爸爸跟我无关 不是啊 可是你们的智库说有关 对啊 你们智库说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试用 请国民党可不可以瞧一下 对口一下 瞧好再说 瞧好再说 到底是不是 在这一次就可以试用 那谢国良是不是你们 就是要提高这个罢免门槛 来救谢国良 因为现在这个 明天才会送 第二阶段的连署书 那所以是不是 在第二阶段的连署书 送出去之后的 一个月的审查期 如果提高罢免案的这个法 如果闯关通过的话 哇那是不是又 可以用新法 这件事情就 还蛮严重的 所以谢国良 想低调 国民党不让他低调 从智库到这些 不怕罢免案的立委 通通不顾谢国良死活 我就怀疑说 谢国良 你是不是入所党了 都没有人在乎你 真的 就像这个 刚刚这个时期节讲的 谢国良 感觉他遮住自己的眼睛 说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结果许巧兴 或者是说 现在连战斗兰都告诉大家说 谢国良在这儿 有罢免 是这样子吗 因为战斗兰准备 在这个礼拜大举进入基隆 要帮谢国良宣讲来听一下 我告诉你怎么查 我告诉你 4万份 每100份抽1份 合乎随机抽样吧 400份 一个个打电话问 400份里面如果说 100份都是假的 说没有 那就全部测查 如果400份说 只有4份 5份说是没有 其他都有 那就表示是真的 就用随机抽样 科学的事情 用科学往 不要说4万份我怎么查 这很容易就查了 一点都不困难 我想问一下吴贞 这个战斗兰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现在准备 说这个不然我们就来抽查 这连署不都抄一抄吗 我们打电话来问 是不是真的有连署这件事情 不仅如此 战斗兰准备在7号 7月7号礼拜天 准备要到基隆来进行宣讲 包括林沛祥 徐巧兴 王红 威侯 孟凯 你看这个黄金阵容 准备要进军基隆来 准备来接奖了 但是你看到是整个国民党的整个 你觉得是一个双头马车的情况 谢国良他要主张的叫做市政牌 也就是冷战一个低调的感觉 但是国民党就是不让他低调 国民党现在到底是守护基隆小组 还是歼灭国良小组啊 我这个问题问的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谢国良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能都在想这问题 到底我哪里得罪他们 战斗兰搞不清楚状况嘛 其实你看这个赵少康少康讲说 什么要抽查 还要打电话如何如何 当然大家都吐槽了 没有留电话 对 但重点是说 根本不用搞这抽查嘛 因为二阶联储书送件 送到哪 送到基隆市的选委会嘛 就在你谢国良 这个眼皮底下的选委会 所以事实上是基隆市选委会 会先来做这个把关嘛 去审嘛 到底有没有资料填错 污损不合格等等等等 所以那有什么好抽查的 这根本就是基隆市政府 自己在管的事情 所以你看赵少康完全对这个罢免 是搞不清楚状况 他自己看看新闻 化修你了 对 看看新闻 觉得最近在桥上的事情 好 我们再突然跳下去 问题是谢国良要吗 所以上礼拜不是说 不是前几天说 谢国良请这个去 国民党党中要开会 那开会开出来 到底结果怎么样 因为刚刚赵 袁芝刚讲几个点 其实我有一些不太同意 但是没关系 我们先来讲 说这个 谢国良其实也不支持 就是反罢免的态度 我不知道他们开会 到底谢国良没有表达这样的意见 因为谢国良没有出来表态 如果按照袁芝刚的讲法说 其实基隆市民觉得这样 罢来罢去好乱 那你市长要讲 不然林涛可能不知道乱 朱一轮也不知道乱 赵少康也不知道 他们都很开心 现在说我们叫上反罢免 同志们你完蛋了 我们战斗兰都来帮忙了 对不对 搞不好国民党嗨得很 那你谢国良态度到底什么呢 那再来是谢国良满意度有高吗 那我这边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他最后一名 对啊上个月 县市首长 你们是平行时空 全国县市首长满意度民调 他全国最后一名 3.5颗星 没有人比他更低了 倒数第二名是高宏安 所以满意度高在哪 那再来是说 这个我觉得 我现在真的觉得说 国民党 真的是 就讲直接一点 就租队友了 对不对 我们除了刚刚说罢免 到底要冷战热战 这个问题之外 徐晓鑫还去讲Net 哪户不开提哪户啊 不要再讲 这谢国良心中最大的痛嘛 NET不要再说了 他为什么现在会被搞到罢免 要进三阶投票 不就是1月31号 2月1号凌晨 他去强迫东岸商场 Net告他 那就我了解了 那我不知道谢国良 本人态度如何 就我了解 市长生病的人 也有在这事后 想要办法去修复一下关系 因为Net好长一段时间抄气 整天登报纸 说你强盗市长 出来面对等等等等 所以好不容易 现在我们最近看到 包含当然官司 现在司法进入程序了 包含Net没有再出来讲话了 可能这中间 我们不知道 搞不好谢国良身边的人 市政府团队费了多大的力气 好不容易说 把这个事情稍微冷下来 现在徐晓鑫要跑去呛Net 你呛Net干嘛 徐晓鑫的习惯就是 反正我对面 我看到我对面有谁 我就骂他 不服就差嘛 问题是Net被你骂两下有差吗 问题是Net再出来登广告 骂谢国良 谢国良差很大 所以徐晓鑫到底是要帮谢国良 还是害谢国良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 谢国良夜深人尽收 可能真的头觉得很痛 最后一点是说 打市政牌 坦白说 不论任何民代首长 面对市民的罢免 我觉得你回去诉诸你的政绩 打市政牌 这个都是对的 那问题是说 谢国良的市政 进得起检验嘛 就是你到底是 认真的有拿出市政成绩呢 还是你是作秀呢 对不对 最终是你进不进得起检验 例如刚刚我们讲嘛 你看 其实从现在 我们画面上 一直播这个影片 就知道了嘛 他现在说要推 基隆行人友善计划 那你问题是 你一方面 又要让机车回到棋楼 因为我们各个县市 大家找 找一员都是在办 机车退出棋楼嘛 因为现在现况 很常是棋楼被停满 那行人觉得 我空间被挡住了 就要找一员办会堪 是不是击退来一下 这边 从哪路到哪路口办一下 那谢国良这样就自我矛盾嘛 这第一点 你又要说 鼓励推一个行人空间计划 然后但是你又把行人空间 拿走 变成停车场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是说 谢国良真的是市政草包 他该这个影片里面怎么样 说这个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年轻的女生 有一个小姐要出来 这边盆在挡住 来 谢国良很好心 帮你移到旁边 那大家看到这个地方了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水沟盖 水沟盖在我们的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里面 是道路的一环 所以谢国良 这是叫做 拿杂物占用道路面积的现行办 按照道路交通管理条条例82条 除1200到2400以下的罚金 对不对 所以谢国良 抓到了 对不对 所以谢国良根本炒包 你的盆栽堆在旗楼里面 那个是管委会 或是所有权人 他要负责清除 那个如果一直占用 政府也可以去开罚 但是你把它搬到马路 道路上来 道路设施 这个就是你基隆市政府的管辖地 这团队要打屁股 所以谢国良是自己在占用 自己基隆市的道路 不然我们卫业员之议员 如果有人检举 水沟盖上面占用杂物 这个是不是违法 是不是要请政府来开罚 是吗 对嘛 所以他不是这个状况吗 不是他就是 他这水沟盖就在这 对不对 所以谢国良 你看现在想要去挽救形象 说好 我行人很友善 事实上 他对于大家日常的环境 日常面对到的状况 完全是外行 根本不清楚 为什么有时候会有人民众检举 因为你在路上外面要走 走一走 被伸出来杂物站住 所以你拍这影片 特别说人以后 从里面出来就方便了 那问题我在路上走 旁边走呢 还不是一样被挡住 所以谢国良 这就大家现在质疑的 包含你的沙发 一下搬出来 一下收进去 包含你现在很多 被人家质疑的标案 不清不楚 就是你到底是 市政专业还是市政草包呢 那所以我想这是最接下来 如果罢免继续往下走 谢国良要主打市政牌 他的一个隐忧 就是说你终究 如果自己要站上火线的话 你经不经得起大家的检验 好那我想问一下3Q哥 你看刚刚连谢国良 连搬个盆栽 都可以被逮到说有问题 而且你还发现一个猫腻吗 我们制作团队的人有发现 他这个影片 他也特别拍说 谢国良玩起他的这个袖子 有没有 玩起来还拍一个镜卡 说这样子 感觉要亲自来搬 就在搬的时候 他又没有玩起袖子 就被人家说你这个分禁就不对吗 大家很仔细去看 我刚刚吴珍也在抓到了一个新的点 但我问你是 除了谢国良这件事情 人家说许巧新 他这个时候 许巧新跟战斗兰 这个时候这些作为 真的可以帮到谢国良吗 另外要赞你来听到 是另外两位的立委 我觉得在网路上面 基本上炸锅了 包括说这个 包括跟我童年里面 这个不关心政治的人 都听到这个都惊呆了 就是陈玉珍跟陈雪生 他们推出所谓的 这个离岛建设条例 包括说可以引进中资 或是国际标等等 但是被人家质疑之后 他的说法竟然是 那你来罢免我啊 很呛呗 我们来听一下 我也遗憾 我们的这个 国会的这个立法委员 竟然是 是井里之蛙 实在是 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进步 都没有概念 我想 这些井里之蛙 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会 看大会的建设是如何的快速 很多民进党立委 从来没有出去看过这个世界 不知道世界已经进步到什么地步 大家要同理心 要去处理事情 要去研究事情 把这个方法拿出来 而不是在那边唱衰 很像我们讲 一件事情就跟中共唱红 这是不对的 人家已经濒临沉下了 我们还在那边干什么 还在何家欢 还在围如夜宴 他们昨天又在提罢免 来罢免我好了 我们一家 我想问一下3Q哥 你看这个陈雪生很呛说 不然你们来罢免我好了 你看包括陈雪生跟陈玉珍 他们的诉求都叫说 我们地方需要建设 我们需要建设 我们缺工 你们这个时候不让我引进中子 不让我们怎样 那我们这样 我们是惹你们吗 怎么觉得有点情乐的意味呢 人家说没有更好的方法吗 尤其这时候呛说 来罢免我啦 民进党是井底之蛙啦 彻底激怒选民 会不会不小心 最后这个怒气 又跑到我们的台湾头基隆去 我其实有一点搞不太懂 就是陈玉珍跟陈雪生 在提这个法案的时候 他一定知道会引起政治的口水 那另外一方面讲 其实你要知道地方的预算 除了大概接近五六十% 是所谓的人事预算 也就是你不能动 大概只有三四十% 是可能在你换党执政的时候 你可能拿来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有的人会把水溝盖铺好 有的人会把盆栽放在水溝盖上 那就是不同政党的政治路线选择 但你要知道 我坦白讲 我认为金门跟连江 是没有那么高的预算 可以翻轨翻轨 但是他们引起的新闻效益 已经远超过他们修这个法 可能造成的实质影响 那我们在讲修法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认为他们修这个 的口水成分大到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好 那我个人的立场 第一时间 如果是我在立法院里面 我会觉得这个叫克里米亚条例 因为当时就是从民间 依照公共政策 最后成为公投 把所谓的离岛克里米亚 投给自己的这个俄罗斯 那现在还是在民生的阶段 但是它实际上 我一直很好奇的就是说 我们要修法 你要拿新法跟旧法来比较 那现在他们要的东西 可不可以做 现在可以做 就你现在其实是可以 包含过去的金门大桥 金门大桥 这个整个在这个建造的过程 包含技术设备工程等等的 其实是有跟对岸合作的 那所以现在是可以用的 那什么东西不能用 新法跟旧法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在于主导跟审查 所以有一点政府招标概念的 大家大概都知道 我们要有审查委员 我们要有一定的程序 我们要招标方法 然后要有公开的时间 几个月后可以做 所以新法跟旧法最大的差别 这个以双层提出来的离岛条例 新旧法最大的差别在于 国安单位跟陆委会的审查 那陆委会 台湾的大陆委员会 就是对中国 对所谓的中国大陆 这边的这个两岸所有的事情 第一个他要对 第二个他要对的是国安单位 比如说你离岛的阿兵哥 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是国防部 那离岛的自通电 离岛的通讯设备 离岛的网路设备 所以这一些 他必须要经过两个单位 一个陆委会 一个国安单位 国安他当然把国防部 国安局等等的局处 这个主管机关 好那问题来了 你现在要修 你现在就可以用 你现在要招的东西 本来就可以用 你现在的预算 本来也就现服 这个可以自主决定 或者是你立委有建议权 你现在就可以用的东西 你何必要修法 你修了之后 让他讨论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才是我好奇的 那有听过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他要搭配什么 搭配国民党的才华法 因为搭配国民党的才华法之后 马祖会从来 他的预算会变成 一个人可以发六十几万 一个人一年预算 可以直接拿六十万 砸在人家门口前面 很汁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 里岛的行政官员 他的血就变得相当的大 浴缸很大 塞子也变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继续关心 但是大家要讨论这件事 主要记得两件事 他的修法就是绕过陆委会 跟绕过国安单位 由当地的县市政府的主管机关 我要讲谢国良 好 这个人叫做郭良 郭良 知道风水的你就要知道 除了东南西北以外 在这里叫条海叫牛 那我们知道朱立伦 他的政治生涯里面 最大的成就就是换柱 换柱 所以现在这个就叫做差梁 换柱就差梁 所以他派出林堂说 叫占同职委 你知道同职委在家里吃面 吃到一半 要连锁 那帮我跟我的支持者讲一下 去连署罢免谢国良 趴下去继续吃面 你这个就只有挑衅的功能而已 你哪有其他的作用 谢国良如果再吃面 他会噎到 也还好 他心里就只是想说 原来朱主席想要换掉谢国良了 那我同职委只好助他一臂之力 他的心情是这样 那林涛就是 你也知道林涛就是朱立伦的 这个传三头 所以他就出来 以前是业元职 现在是林涛他就出来 走 我们去把谢国良换掉 然后就徽兵基隆 然后把所有仇恨值高的人都叫过去 徐巧勋 王鸿惠 洪梦凯 对 谢龙姐 你知道那一天谢国良开会之前 假设有个会前会 来我们现在仇恨值最高的 来来来问民进党 第一名的谁 第一名徐巧勋 徐巧勋礼拜六去 还有谁 还有谁 洪梦凯 董志强 董志强 去 然后徐巧勋去还带那个什么 成绩炸鸡去 你要知道反罢免这种东西不是投 谁比较支持 你支持谢国良还是支持蔡世毅 还是林又昌 他是投一个 你讨厌我的请站出来 所以徐巧勋去 不一定能够把谢国良来票 站出来投反对票 但徐巧勋去 一定会把讨厌徐巧勋的投下去 投一下情报借不行 黄国昌去 一定会把讨厌黄国昌的叫出来 请问一下朱立伦现在是在帮他还是害他 所以朱立伦就想说 反正你们国民党 我要选个县市首长也没人要理我 我要选个总统也没人要提名我 我要选个主席 还有北安前面有江启臣 后面有张亚中 我尊重的韩国语 傅昆起他们两个都想要弄我 朱立伦一想 我干脆点一把火把国民党烧掉 就从台湾头基隆开始 一切重来 我想问一下律师 你看这个刚刚3Q哥分析也太精彩了 除了换柱之外 现在来要拆量 而且拆量还是勾勒出一个拆量大戏 除了徐巧勋出马之外 我们刚刚看到接下来的王宏 威宏 孟凯 谢龙 林佩翔 通通都要冲到基隆来接奖 把这一切的情绪拉到最高点 戏剧张力拉到最大 接下来还有一个人 我们怎么可以忘记他 翁晓琳老师 翁丧仁 千万不能忘记他 我们的翁晓琳老师 先前全新力作是非常的多 现在你不能忘记他的角色 我们说到国民党觉得说可能会被罢免 那我们就休选罢法 接下来还有个战场在做国会武法 在宪法法庭 这个最直觉的反应是什么 那我们就没收宪法法庭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提案了叫做 修宪法的诉讼法 帮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大家说翁晓琳全新力作 没收宪法法庭 这个你看他一堆大家在热战 对不对 可是有人偷偷摸摸 做了一件事 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 因为我想一般人对这个真的是 这个太深入了一点 所以律师帮我们用白话文 真的 你说翁晓琳在干嘛 他偷偷摸摸做了一件事情 那我们网路上也已经有 网友很聪明看到 所以把它拿出来就告诉提醒大家 这个宪法诉讼法 他现在要修的一件事情 可能会彻底瘫痪掉 我们台湾的司法权 真的是彻底瘫痪 绝对是彻底瘫痪 原因是什么 他修了什么法 他这个法大概是预计 七月五号 今天我们录影是七月四号 七月五号的时候 就要送进来进行讨论 他修什么呢 他修的事情 其实看起来很简单 所以我说 我原本以为翁晓琳 好像是不是法学专业不太够 后来发现 做坏事还是蛮厉害的 要做坏事倒是蛮厉害的 他修的就是这个 有划线的这个地方 叫做本法所称大法官 现有总额 大家帮我记得这四个字 现有总额 必须跟宪法规定的人数一样 宪法规定几个人 宪法规定15个人 那宪法规定15个人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诉讼法 宪法诉讼法过程中 如果有提到 大法官现有总额的时候 也必须要是15个 好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啊 如果在宪法诉讼 进行的过程中 是必须要有超过三分之二 现有总额 现有总额超过三分之二 那你说 那就是15个的话 要超过10个人吗 不是这样子 我们立这个宪法也好 立宪法诉讼法 当时在立的时候 没有那么的愚蠢 你要想大法官是会换的 我们有固定任期 譬如说以接下来讲 会有七位大法官会卸任 七位大法官卸任的情况下 我们还得要由总统提名 然后由立法院同意 才会通过 才会再能够选出另外的 新的七位大法官 在还没选出来之前 我们的大法官会有几个人呢 就现有总额 就是只剩下八个人 所以现有总额 这四个字其实就是在 等于说我们立法者 早就已经知道了 有可能大法官会缺额 他可能是因为 要选的关系缺额 也有可能是因为要回避 譬如说我们上次 就有大法官为了要回避 他以前曾经处理过的案件 所以他就不参与投票 那你就不可以要求 一定要15个人 所以有可能会不够 那不够的时候 如果不够 那可不可以直接进行 三分之二的决议 可以 还是可以 八个人或九个人 比如九个人来说 我们三分之二就是要六个人 那就可以继续审理案件了 就可以继续审理案件了 但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 翁大立委 大立委 翁大立委 翁上任 对他很大 那在他的这个修正之后 以后宪法法庭都必须 如果通过 就一定要十个大法官 十个大法官才能去开庭 才能去审案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糟糕的地方 就在于说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选霸法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国会无法的 事宪案要处理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宪案 今天大法官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说 你选出来 我就只处理你这一件案子 目前大法官可能 也许每个月 或者是一年可能出了好几 十几个大法官解释 他们有好多的案子 他们有税法的问题 有之前有自由权的问题 有很多的法律制度 都要靠着大法官去做最后的审查 确认这个是不是有可能违宪 然后要赶快及时的做修改 不是一天到晚 你觉得大法官都只针对 你在那边处理你的 那个什么国会无法违宪 不是这个样子 你就为了你们自己一党之私 然后就彻底的 要定出一个 莫名其妙的一个法律 让以后大法官 未来只要在这个状态底下 他开不了会了 开不了会了 所有的这个 也省不了案了 瘫痪掉 全部瘫痪掉 而且因为他现在是国会多数 那如果现在缺了七个以后 剩八个大法官不能开会 他如果一直都不同意呢 我就卡着 卡着 那现在是不是怎样 从今年开始 我们大法官就彻底 就瘫痪掉 民主政治的基础 这种三权分离 好了 你要说我们现在五权分离 也随便你 但是你三权分离 司法权一旦瘫痪掉 立法权为所欲为 或者是行政权为所欲为 怎么办呢 这时候不要那么自私 不要只看你自己政党的意义 回到整个国家来看 回到整个民主制度来看 你真的要做出 这样子的事情来吗 这个是一个荒谬绝伦的 一个做法 确实 当然我们提到说 除了这个战斗兰 徐巧新 离岛的双城立委 再来还有翁晓琳 一人一棒 乱棍当中 会不会不小心 把我们台湾头的 县市首长给打死呢 这个所谓的罢免 最怕的就是仇恨值的累积 但是大家别忘了 前阵子才有个调查出来说 在这个政治人物当中 讨厌第一名是谁 是黄国昌 我觉得感觉也怪怪的 今天讨论到 现在已经是三点半了 我竟然还没讲到 黄国昌的名字 怪怪的 怪怪的 真的怪怪的 好我们说到黄国昌 这个说真的 新北之梦要睡了吗 我们十几节呢 就是专访我们的 这个苏巧会委员 也特别针对于 在新北市场这边 有所表态了 尤其在这个时候 黄国昌 被列为最讨厌政治人物 还有再来 蔡壁如 壁如飞回宫了 蔡壁如接受专访 对黄国昌 亦有所指 是不是被写低子 要偷袭了呢 黄国昌 新北梦碎了吗 稍后 一起来爬梳 好想先问一下后知哥 后知哥你怎么看说 整个罢免之战下来 所有篮尾的行为 让大家觉得说 不停不停地 在堆高的这些仇恨值 对谢国朗也是说 绝对不会是好的 绝对不会是立大于弊的 再来你怎么看说 整个黄国昌 现在整个不见了 我先讲篮尾 我先讲一下立法院 就是说 立法院每年提的案子 每个立委提的案子都一堆 如果每个立委 刚提案 你就要把它当到他通过 没完没了 就是说不管理老条例也好 我刚刚在讲翁晓琳的案子也好 他跟当初的那个傅宫琪 那个花动条例不一样 傅宫琪当初已经讲了说 我这个案子 我这个会期要过 所以你必须要很严肃的去面对他 那至于说每个立委其他的提案 他有的有些案子提交代 像花动条例就是最标准的 当初国民党立委连署的时候 以为你只是要连署一个给有交代的 你真的要推的时候就翻脸了 就是说你不必把它从提案的时候就把它当作已经过了来 已经完成三读来看这件事情 那罢免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讲就是说 面对罢免 第一个就是说要有存在感但是不能有仇恨之 所以你刚刚看到我们刚刚看到谢国良那个片子 基本上要很精致哦 你再说一次要有存在感 就是你要觉得 不能有仇恨之 那不是糟糕 因为人之没有存在感 但是却有仇恨之 我还在讲谢国良 所以你看到谢国良那片子 你当然也会觉得说有一点点刻意 可是我刚刚讲就是你的状况就长成这样 所以他能够操作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啦 那国民党其他立委的部分我觉得 我觉得徐晓芯的状况 在国民党立委的罢免跟在谢国良的罢免状况其实是不一样 虽然说绿宜一直都觉得徐晓芯帮联署帮了大门 但毕竟将来投票的名字上面 你说那张单子上罢免的投票单上没有 可是国民党其他立委会面临一个状况 就是说如果真的碰到大罢免的时候 是徐晓芯跟他们一起在罢免 我这个区域我罢不到徐晓芯我就会 那你说你说徐晓芯他会不会拉高仇恨值 可能会吧 但是问题是毕竟最后没有 那你说谢国良他这段时间 他一定要去讲 一定要找人来帮他讲说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 他只要没有违背到 你说人的拉高仇恨值不算 是啊 我不要做什么拉高仇恨值的事情来讲的话 就是对的 我觉得国民党其实他们在 国民党这些新科立委 刚刚讲的有一些人少数 我认为是几个 那你说他们在面对这个时候 其实谢国良现在的注意方法是很标准的 就是说我也不去骂 你看谢国良你从来不讲说你连署是假的 对 他也不讲说我要罢同志位 就是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自己有一堆租队友 你说你党中央 你做不了什么 你就出来刷存在感 就林涛一涛出来 都罢同志位 第一个你罢同志位 你现在开始连署你也不服啊 两个都不会一起投票 如果一起投票之后 好我们深蓝深蓝都一起出来 你也有道理 又不会一起投票 再一个 你一个市长就换一个议员 这该有意义 你怎么会把这两个人拉在一起 你上市对下市 这个东西没有道理 所以一直在讲同志位这件事情 党中央一直不愿意停这件事情 我是看不懂 我也不相信谢国良有奔成这个样子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突破出来讲话 那朱立伦就没存在感 朱立伦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说上战斗人 我觉得基本操作 就是他也一样 我要有存在感 他刷的是自己的存在感 他有想过谢国良的感受吗 我觉得对谢国良来讲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他自己没有拉高 例如说别的人 我如果说你们所有这些 因为仇恨值跟知名度 其实是相关的 我如果所有知名度 有知名度我都不要 我也找不到人来 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来讲 谢国良到目前为止的做法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国民党的做法的确是有问题 尤其是 我觉得林涛在刷 那个一直在讲 同志委这件事情 对谢国良来讲是不好的 因为你会让他失交 对 对不对 你说 你说民进党 罢免谢国良没有理由 那你罢免同志委更没有理由 更没有道理 更没有道理 你这边好歹还 有一个内的案 对不对 人家那个都更没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在 而且现在看起来 你国民党就是没有互霸的本钱 所以即便基隆的结构比较好 也不必去谈这件事情 因为会让谢国良好不容易去 希望去经营的自己的高度 会整个掉下来 会变成说两个人私怨或什么 谢国良刚开始的时候就有点这感觉 他之前有点 卯上林佑昌的感觉 对不对 你不觉得他那时候 基本上一定要让人家讲林佑昌 现在他也不太讲 也不太讲这件事情 感觉是彻底要冷却这件事情 他出来就是市政 对我觉得他现在走的是对的路 我觉得国民党其他的立委 那些担心被拜民立委 也要去想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该处理 你该面对事情是像谢国良这个态度 就是我在 因为还有半年 还有半年 你再怎么样 明年二月才会发动 你还有半年多 八个月的时间 你好好去多提几个像样的案子 多去过几个像样的案子 你就不会到被面对拜民的时候 双空空什么都没有 只有许小新的仇恨值来拖累你 基本上你如果可以过一些案子 你可以告诉大家 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东西 你自己的仇恨值会降低 那也会变高 确实我们刚刚谈到的是在罢免的部分 但是大家别忘了 罢免接下来牵动的 就是2026的县市长的选举 包括还有地方议员的选举等等 但是这个时候很多人内心 很多立委内心的雄心壮志就出来了 包括黄国昌 大家都知道嘛 对新北就是很想选嘛 但是黄国昌 是这个一手好牌直接打到烂吗 现在包括说这个在选爸爸的部分 我都觉得黄国昌的态度非常的妙 非常的低调 以前的话应该已经匹配叫了 今天都没有他的声音 尤其就连这个之前这个网友戏称的 网友说的 齐齐与弟弟 这个傅昆琪与他的弟弟 黄国昌齐齐与弟弟 现在友谊的小船也翻了吗 黄国昌后史上连这个开议的期间 都要匹配叫的那个男人 他又说他主张要延会 说到月底他要优先处理 NCC向考试委员 延会延会延会 结果傅昆琪说 不用 要延会的话 不可能不可能 若是要召开临时会的话 可能会在八月中学 奇怪我们的这个傅昆琪 怎么跟黄国昌两个人不太好呢 尤其想问一下石琪姐 人家说黄国昌 现在内心是六神无主 为什么 因为在新北这一局之前 你还记得那个中广的 毁昌民调吗 那个民调之后呢 黄国昌对于新北这件事情 就没有像之前一样 这么的斩钉截铁的一直讲 尤其在这个 你最近又专访了这个委员书巧慧 也是新北市的党部的主委 直接有针对于说 新北市长的选举 他有做一个相关的表态了 说希望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前进 有一句话大家觉得蛮酸的 人家就说 这个黄国昌也是可能要悬骂 苏巧慧直接说 我不会跟他比空战 我不会跟他比陆战 我跟他比价值 黄国昌比价值的时间到了 黄国昌敢出来打球吗 的确因为苏巧慧是还蛮明确说 我正在往这条路上走 哪一条路就是要选 新北市长这条路 所以他在面对他未来可能的对手的时候 一个是国民党的李四川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当然就是声量王 黄国昌 但是因为黄国昌呢 我觉得他在立法院的表现也很奇怪 因为大家都会找出他过去的立场的片段 然后来对照他如今 尽管他的党主席柯文哲说 没有 黄国昌 十二年来都没有改变 可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在变 所以两个人都在变来变去的时候 那个相对位置是看不出来有变的 所以两个人都没有变 因为一直这样变 一直这样变 他最后就平行 没有错 所以两个人都不觉得 对方有变 他还一直觉得自己没变 好 可是民众是看得出来的 因为你看这个黄国昌 这个是SoMate 为什么我都突然逗笑无真了 他们是灵魂的 最契合的两个人 量子纠缠 好 这个是最新的民调 选出你最不喜欢的一个政治人物 第一名黄国昌 黄国昌终于 赢过了总统 他每次要干嘛都在 抓总统出来跟他辩论 超越总统了 而且他不但赢过总统赖清德 也包括了 可以这样插队吗 柯文 可以这样插队吗 柯建民 对 而且你看赖清德加柯建民 两个人加钱 还是没有他高的 都没有他高 他一个人以一挡二 超越两个人 变马当先 对 真的是超厉害的 果然是一个声量王 这个声量王在板桥 新北弄了他的服务处 然后现在对侯友宜是态度 非常的温和 毕恭毕敬 尽管以前曾经在那边骂 侯友宜的施政 可是现在是蛮挺侯友宜的 好 那这样子的人 能不能够在新北 好好的来生根基层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好像又 没有要跑地方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说 立法院我们要延会 一直延会 不是啊 开会的时候 你们民众党都不去投票 你知道延会是怎样 你还是不会去投票 你就一直在延会 那延会了是不是又剥夺了 你跑地方的时间 所以他没有要跑地方吗 新北这么大不跑了吗 对 新北有这么多个行政区 难道你不跑吗 你的对手可是来势汹汹 苏小慧在那个地方 也当了两届以上的立委了 人家从小到大就住在新北 那这样子你跑不过人家 只靠声量这样子OK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黄国昌 在国民党看不出来 可能会让给他 来选新北的状况底下 到最后他会不会选新北 因为看起来不妙 这条路不妙 对手太巧 而且如果是三足鼎立的话 对黄国昌来说 民调已经告诉你了 你就是12% 12%是要跟人家怎么选呢 会不会打退堂鼓 会不会打消了这个念头 转战其他县市 这个是接下来要持续观察 17姐你不能把我打招 我新竹人 不能把我打招 黄国昌会不会这个俄罗斯轮盘 直接轮到我们新竹来 用转盘 决定我要去哪边 我建议花脸好了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好我们说到黄国昌之前 这个新北还去发红包 还跟那个阿姨 跳健康操 怎么现在怎么又都不做了呢 但我们说到有一个关键的事情出来了 柯文哲很会做什么 他们党内的人自己说的 这个包括说一三哥都说 他们喜欢往党内的这个权力斗争 各位蔡壁如在台中当市政顾问 低调了一阵子 最近突然又接受了专访 而且说的一些话 大家都认为直指黄国昌 这又是再来搞血滴子斗争了吗 先进广告稍后讨论 好想问一下武政哥 我们刚刚讨论到的是黄国昌 黄国昌在这次选霸法的部分呢 我们觉得他异常低调 今天有出来讲话的人是麦玉珍 是黄珊珊 还有刚刚张琪凯 也跑到国民党令旗如造的群贤楼里面 张琪凯还去发表了一段他的说法 但是都不见黄国昌 黄国昌在选霸法这个部分 他就不想表态吗 因为他觉得他这个表态上面没什么得分吗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是黄国昌现在这么低调 他想选新北呢 但是蔡壁如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很妙 但你来听一下 蔡壁如说声量在都会都有效 但我觉得除了台北市之外 我觉得连新北都不见得有用 很酸耶 确实 这几个层次的就是 包含我们先讲黄国昌好了 黄国昌 我刚刚实际上讲黄国昌和柯文哲的时候 我会觉得你这个评论很精准 就是说柯文哲永远在变 黄国昌也永远在变 所以两个都同时在变的时候 我们就永远搞不清楚他们的关系 就想对 因为这个就是测不准定理 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观测点 然后去观察这个动的 但是因为当你观察的时候 被这个观察者 就例如说黄国昌 他也在变 柯文哲也在变 然后甚至两个人变之间又会互相影响 然后你的变影响我的变 所以真的是永远大家搞不清楚 我觉得这太贴切了 他们现在就这个样子 因为黄国昌真的变很大 对不对 就是包含我们刚才讲的 整整一趴罢免 就是黄国昌当年是讲说 哇 你要付身份证连署 哇 这个叫做戒严罢免权 戒严耶 要回到戒严时代耶 那就是今天变成 好像不见耶 这个变民众党的党版政策 然后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 总召就是要负责党的立场 没有出来讲话 神隐消失 所以就觉得说 那你黄国昌 你到底是 你的人格在哪个时间点被置换 我们真的很好奇 对不对 而且像例如说 好 大家讲说他选新北 当然大家现在可能觉得不太看好 因为之前 黄国昌跑完什么蓝鸟侧翼 去问那个 李明贤说 到底这个行不行 你说国策顾问那一款 对对对对 就是说国民党会不会离让 他会不会整合 那明贤就说可能不一定 但问题是说你看出来没有 黄国昌现在基本上把选新北 这件事情寄托在中国国民党合作 甚至说支持他 让他可以坐着这个轿子上大位 那问题黄国昌过去怎么讲的 来哦 现在真的是网络上网友都整理很好 这个有黄国昌语录 我们来放出来一下 不要怀疑我要消灭中国国民党的决心 对啊 不要怀疑我要消灭中国国民党的决心 这就黄国昌啊 不要怀疑我要消灭中国国民党的决心 现在过了六年过了八年之后 不要怀疑我要求他离让我的决心 这个中国国民党可以离让我吗 你们愿意被民调吗 对啊 所以这个人就是非常奇怪啊 那所以等于说他在政治上 大家所有人的看得出来 被看破手脚说 他就采用一种很投机很取巧的方式 那这样的路线到底就能不能成功 其实就连蔡壁如也不看好吗 因为确实新北坦白说很多地方 还是相对比较乡村一点 那所以声量不是绝对的 黄国昌如果只想凭着 蹭升量投机取强的方式 我觉得要攻上这个大位非常困难 我们也知道黄国昌之前有个冲丝表 叫做道德的长城 还有之前说公理的卡提诺 现在是卡提诺防线卡提诺 但是我们说到四叉猫 真的是真的很闲 真的很闲 他又跑去黄国昌的老家违建 今天是黄国昌被判逆违建的 这个满一周年 到底拆干净了吗 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谈 好我想问一下三Q哥 黄国昌今天相当低调 当然还有出来跟着坐着 一起开记者会 但他今天不是主调调的那个人 但同时间今天还被爆出来说 这个违建四叉猫这个整整追了一整年 到现在还是没有拆得干干净净 黄国昌总是对别人是高道德标准 那对自己呢 尤其现在竟然变成最讨厌第一名 黄国昌说一套做一套 然后对到自己以前的这个事迹跟发言 就说半套 我都说他是半套皇 因为名义代表 工作就是最主要叫服务 你把人家从头到尾服务好叫全套 但是你很会讲都不做 那个就叫半套 所以黄国昌就是半套皇 半套皇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宣称说 我要拆回一件 我们当劳头在边境 关心台湾年轻人的居住正义 结果先是说什么有用地的问题 再来说零损的问题 还有电表 最近一次是讲说电表的问题 电表如果作过名义代表就知道 你说你们家的电表 跟人家有车打火 叫台电人来处理 如果没处理就算很浪费 做到立委 连这个就不知道 你买就是欲白说 买就是不能够 所以两种情况 那个黄国昌就是自己咬自己舌头 怎么咬都是自己受伤 不过他的这个有一些秘密 没有跟大家讲出来 第一个他跟柯文哲的合作关系 是用仇恨值在堆叠支持度 可是在蓝绿两大党的 这个有基本盘的情况之下 理论上是什么 比如说我骂国民党的 所以我仇恨值很高 可是绿的会来挺我 所以我支持度会变高 那黄国昌和柯文哲发现一件事情 比如说他们要假装自己 是法学专家 要做国会改革 是宪法的大法官 民主的划作 道德的长城 回头一看 没有任何一个法学专家 站在他后面 所有支持他的都是一些 第一次听到宪法的人 他也会觉得很奇怪 我专家的仇恨度 我的支持度怎么没有提升 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以为 过去蓝绿 这个蓝绿两边对决 你穿度高的智度就高 什么许小新带新的 好 结果 全台决屋仅有 政论妇女党 上公 上一波 好 可在我心里的 忘记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点半上班 林桃给五七点半 给你清水吗 感谢支持 全台湾最欢乐 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论节目 狠狠抖内幕 修饰狂开红盘 网络播放量突破两千万次 现在我要发出奶粉召集力 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四点 陪买鱼 奶球一起抖起来 什么你下午的直播没有跟上 不用怕 晚间十二点友善记录版 等你一起来